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汉肺炎之后 使得有很多国家都认为 如果把所有的供应链放在中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不同行业的供应链都撤出了大陆 富士康也是其中一份子 当然 作为大陆的地方官 尤其是河南郑州 当然是不想富士康搬走 因为郑州有一段时间是全靠富士康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郑州成功挽留了富士康 不走了 7月22日 富士康与河南郑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河南的官方有份出席 富士康的董事长刘洋伟代表签字 河南希望富士康能够进一步扩大产业布局 当然 这次河南是大幅的让步 答应给对方多一点优惠 而富士康也顺了他的意 再投资10亿 在河南郑州建立一座新的事业总部大楼 之前曾经有人说 我们要有骨气 我们不能对外资过于迁就 一击死一击您 你不做有大把人做 但是现在这一套已经唱不响了 因为他如果真的不干走了 就真的是全部都没有了 最近有一段影片在大陆疯传 就是在越南的三星工厂的工人正在下班 那里的人几乎就好像当年全盛期的东莞那样 人们密密麻麻的正在下班 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中国的工厂到了越南一样可以开工 一样可以赚到钱 而你的工作机会就已经跑去了越南 河南方面当然是非常心急 因为如果真的是让富士康走了 当地会有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失业 而且那里是一个供应龙头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苹果手机主要的核心供应链 在大陆 苹果的主要代工富士康有超过250家工厂 占了全世界工厂的一半 包括从早期的深圳到现在的郑州 富士康的流水线养活一大批打工仔和打工妹 最近苹果也打算分散他们的供应链 不能够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结果就把一部分的供应链 迁移到了印度和越南 以越南为例 数据显示 从2019年起 苹果通过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在越南累计投资了160亿美元 就是400万亿越南顿 苹果的供应链外迁 富士康也只能被迫离开 这样子手机产能当然是会断崖式下跌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富士康工厂就在河南郑州 他们也首当其冲 河南在富士康搬走了一部分之后 他们的GDP马上下跌了一大截 河南的出口商品之中 机电产品占了出口值的一半 机电产品以手机为主 河南在今年上半年累计出口的手机有1395万台 接近1400万 同比下跌了47.4% 所以非常严重 受到了手机产能减少的拖累 河南的整个外贸数据严重下滑 上半年的进出口总值为3253亿 同比下跌了13.8% 河南本来是中部的外贸第一大省 后来被安徽抢走 全国第一的当然是广东 第二是江苏 第三是浙江 第四是上海 第五是北京 安徽排第十 河南排到了第十四 苹果找了富士康代工 主要是负责做一些下游的环节 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 最多就是庄茜 由于他在郑州深度发展 可以说跟郑州已经是命运共同体 他一说要走人 河南的官员马上求爷爷告奶奶 几乎是跪倒在地求他不要走 之前对于生产线的外移 一开始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公司 我们应该有民族气节 你要走就赶紧走 但是结果当然不是这样 人家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所以他们几乎要跪着挽留 而其实他们在一开始也有这种心态 但是他们低估了富士康的影响力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富士康的生产线一调整 受影响的不只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布局这么简单 光是在今年上半年 河南的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累计同比减少了66.9% 出口减少了88.3% 就是说富士康只是打个喷嚏 整个河南也会跟着伤风感冒 可想而知有多严重 那些在一开始大喊富士康滚出河南 滚出中国的人 现在他们要跟郑州当局一起跪着 求人家不要走 因为他们发现 原来富士康即便是血汗工厂 但是也养活了很多很多的人 在2019年 当时郑州的GDP是11590亿 而富士康的出口已经有3314亿 占了28.6% 然后是在山西太原排第二 山西的GDP只有4029亿 富士康占了18.7% 有752亿出口 深圳排第三 因为深圳2019年的GDP有26927亿 所以深圳的数额比较大 出口占了3042亿 比例11.3% 也算比较高 成都也一样 成都的GDP是17013亿 富士康的代工出口为1355亿 占了8% 所以非常夸张 富士康占的头几位城市 GDP比例非常大 而河南郑州是最依靠富士康的 差不多有三城市要靠它吃饭 当然 河南是举了全省之力 包括在土地优惠 税收等各方面帮它量身定做 因为如果不特别关照它 就会少很多就业机会 在疫情期间 富士康也是一样 当时它不够人用 河南政府就帮它到处帮它挖农民工 甚至跑到了乡镇去帮富士康找工人去打工 试问全国有哪个地方可以做到这个份上 现在富士康在郑州的科技园 工人的数量已经多达40万人 俨然成了一座小城市 连黑池也没有那么多人 只有十多万 光是这个科技园就已经等于有三个黑池的人口 也没有那么多人住 所以现在河南已经彻底明白 他们已经跟富士康捆绑在了一起 其实有很多省都很清楚这一点 只是他们知道那些外资要走 但是却阻止不了 因为你怎么对别人 现在也会怎么对你 所以他们这一回学聪明了 求爷爷告奶奶的不让人走 用一切方法留住富士康 而富士康也是一样 只在其他地方撤 在郑州就不撤了 不然的话 他的产能如果再转移部分去越南 或者是再转移部分去印度 中国就会又有多几十万人失业 这件事在五年前完全无法想象 当时中国还说要搞腾龙换鸟 要换一些优质的厂商 逼急的或者是代工的全部不要 但是现在已经开不了工 也不管那么多了 什么都照单全收 在失业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富士康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有总比没有好 以前赶走了日资和寒资 什么LG三星全都走了 想去打工都没得去 这才是最麻烦的事 河南懂得着这个道理 知道要顺势而行 但是其他地方就不敢保证了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